朋友们好 今天呢 把这一颗 小一点女针 给它往下拉一下 这是去年的时候 和朋友一块 在山上 挖到了一颗 小叶子的 女针 它这也是常年不落叶子的 因为当时它是在那个 就是小坡上面 它长的这个形状呢有点像那个 一风吹的那种感觉 这个是自然的形状 为了让它这个动感更强 呃现在呢 可以就是说 把这个枝 往下 再给它拉一点 就像那个风一下子吹过来的那种 感觉一样 首先呢可以把这个枝 给它活动一下 穿早饭呢 就想 摆弄摆弄朋友 也许 是一种心灵的寄托 也许 是心灵的一种意味 在寻找一种精神的寄托 也许 是内心的一种孤单 在寻找一种精神的寄托 最起码有爱好 总比这个作业区 不良习惯的东西要好得多啊 最起码 能够去 养自己的心 能够 让你在任何孤单的时候 有一个知音 这个小知音给它拉下来了 让它风吹的这种动感 更加强烈一些 这个枝很硬 首先呢 可以给它活动一下 让它这个 树的身子松软一下 然后再往下面拉 这么个人 有一个知音 这种动感 那是 就是 是 在这种动感 那么多 我们有个人 要求是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 所以 我们有一个人 有一种 的 就 有一个人 喜欢也会成为一种习惯 经过饭五年以后 会有一种成就感 因为它每一天都在变化 ç shき mind 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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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把他这个方向给他调整以后 再和大家继续分享 谢谢大家